我們這次繼續講上一次所講的 我也想講講啟示錄是一本不容易明白的書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讀過啟示錄 起碼一次的 好 感謝主 這大部分都看過了 我希望這幾個禮拜你盡量多看幾次 如果可以的話 你盡快看到重複幾次都可以 因為你將啟示錄的內容能夠記在腦裏面 將來當它應驗的時候 你就能夠更加明白 我上一次曾經講到 有很多人很驚訝 因為我自己也很驚訝 因為我在信主沒多久之後 就聽到有人跟我說 在災難前基督徒就會被提 那我當時 並且一本書叫做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就講到這個世界會發生的事 在活日之前 那我自己就很有興趣 那我就很深信以為 就是在災難前被提的 但怎知道後來 我看聖經的時候 法國是 其實在聖經學院 有一個希利文的教授 不是在香港的 這個希利文的教授 他就說 他說我看聖經 我從來看不到證據 證明是災難前被提 我們的被提是 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當時聽到是很驚訝的 那我就去研究 那我就去看 那我發覺 真的聖經所說到 威被提的經文 都是耶穌回來 那我上次已經說了 會放在網上的 就其實已經放了 已經放在網上的 那我就列出那些經文 最主要是馬太二十四章 還有呢 是貼十年間前書第四章的 那但是很多人來講 聽慣了 災難前被提 就不用經歷災難的 就覺得 哇 好像 聽慣是這樣 為什麼會忽然間這樣呢 其實 其實這個不是忽然間這樣 你發覺很多的中派 都不會說災難前被提的 主要是有些人所說 在網上有說 但是呢 在很多中派 當他神樂園研究的時候 他都找不到支持 災難前被提 而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將基徒分開 就在馬太二十四章 就講到 萬國都要哀哭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萬國都要看到他 他在天那裡降臨 然後在那個時候 他就講到 就是一個被提 一個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就講到在那個時候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然後在前書第四章 亦都講到 在耶穌降臨 有兩個字 一個就是 Parisir 就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另一個就是 Catabino 就是 講到耶穌降臨 這兩個希臘文的字 是講到 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聖經的確是這麼說 有些人 他就 因為 覺得很難接受 驚徒要經歷這麼多困難 這裡我就講出 聖經的確有講到 神用不同的方法 保守大陸災難中的驚徒 但保守的方法 未必是將他被提 就是提了 而是用其他方法 大家可以回去上網 看一看 我用的經文 大家都可以看 《巴泰雅士》 很清楚講到耶穌回來 好像閃電 從東方 去到 閃電 整個天空 同樣 耶穌就會回來 萬俗見到他 都要哀哭 然後在那時候 就娶了一個 接下一個 在經文後面 有講到 講到 有惡伏和善伏 那些善伏預備好 回來的時候 耶穌一回來 他們就歡喜 那些惡伏 他們很害怕 然後 馬太二五章 都是講到三個比喻 都是講到 耶穌回來 跟著就是分了兩種人 聰明的童女 和如絕的童女 馬太二五章 都是一分分開 即是即時將兩群人分開 然後 在 這個 中心的伯仁 就是五千、二千、一千 有幾種伯仁 按裁判受審判 這個比喻 也是講到三個伯仁 又同時見 他的主人 然後第三個比喻 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是這個主人 就將綿羊和山羊 綿羊放在右邊 山羊放在左邊 然後綿羊就是 做在主的身上 山羊就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這些人就往永營 那些人往永生 永生下去 所以講到 即刻 同時見主 同時將他分開 審判 跟著去永營、永生 即是這個聖經 你看耶穌所講的 都是講到 世的每日這樣 但因為 Scoffield 他又出了一本 叫Scoffield Reference Bible 他已經出了很長的時間 傳開這個 Distensationalism 即是 時代論 即是不同的時代 每一個時代 他說到 他推行災難前秘提 很多人都覺得是 問題就是 如果真是災難前秘提 這樣就好 即是我們共和也好 有災難後 一聲全部都消失 那當然好 但如果不是 我們沒有準備好 也要遇見 敵基督的一個迫伯 是非常之強硬 從來未試過有 之前沒有之後都沒有 是這麼強的一個迫伯 如果我們未預備好的時候 教會就會很多人跌倒 其實聖經有說到 貼上來加後書 有離道反教 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抗 宗教 即是反抗基督教 反抗基督教 很強烈 並且在基督說 很多次爭戰 如果這樣的時候 很多基督還未預備好 所以我們要預備好 預備好 預備好就是 耶穌回來 我們要預備好 傳福音 預備好去迎見耶穌回來 亦都是預備好 知道會有災難 有困難的 聖經有說到神保守 不過怎樣保守 我們不知道 不過聖經同時有說 基督徒也遇到災難 兩人都有說 怎樣又保守又遇到災難呢 我們到時可能會知道 神會有方法保守某些人 但也有些人會被殺 聖經有說到這件事 我們一起讀啟事律三章十節 你記一張手我忍來的道 我必在保天下 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試煉你的試煉 即是說 這個經文其實 到底是否說到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這個可以是 如果是的時候 神點保守 保守不代表一定是被提的 可以是用其他方法的 然後馬太二十四章十五節 一起讀一下 你回看見先知 但以你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 需要回憶 那時再猶太的 亦當逃到山上 再防上的 不要那為難 家裡的空西 再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在這裏 耶穌講到 在這個災難的時候 就會見到這個毀壞可憎 即是他會毀壞可憎 那英文就是 翻譯做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就是說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蝕獨的 可憎的人物 而他是會帶來毀壞的 所以叫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 聖城和聖鎖 即是 在舊約的時候 這個聖鎖 但現在已經不是 不是猶太人的聖殿 現在已經是 伊斯蘭教的 他們的廟 到底這個 經文什麼意思呢 我們待會會講的 然後 跟著耶穌就說 他說 在猶太 你快點走 你在屋頂 你不要到你家裡拿東西 你在田裡 不要回去拿衣服 即是說 連衣服都不拿 這是最基本的 都不要拿 那你馬上走了 那要講到一個 什麼 保守的方法 三授六掌 走為上掌 這是一個保守的方法 即是他說 你不要留在這裏 你快點走 這個方法 是神保守的 那些人的方法 是走了去 不一定是 升了去天上 而是走了去 那限日這個 薩嘉利的書 十四章四 就一起讀一下 那日 他這個子耶穌華 的腳必站在耶路山 前面朝東的九嵐山上 這山邊從中間分裂 自東自西 成為極大的谷 山這一半向北來移 一半向南來移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為山谷必然至阿薩 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 呼西亞連間的人 逃避大地 就是一樣 而我説 我的神經降臨 有一切聖者同來 那這裏 這裏是講到 神的腳降在耶路山 朝東的橄欖山上 然後這個山就會列為兩半 之後 他説你們就要在這個山谷中逃跑 還要逃跑 到底是甚麼意思 到底在我末後的次序是怎樣 可能是耶穌正要回來 在那個時候 而在一個大的爭戰 就叫基督徒逃跑 到底那個時間有多長呢 就是說 耶穌下來 那個時間有多長呢 總之在那個時間 神就為他打開了這個橄欖山 他們就可以跑下去 這是其中一個神的 經文的講到這個保護的 啟示錄十二章十四節 一起讀 其實這 講一講 這些經文大家可以寫下的 因為你 如果你抄底實就不行了 那寫下一個經節 那你回家去看 就是講到這個是甚麼主題 就講到 基督徒是神會保守的 因為我又想大家 知道要面對災難 但又知道神會保守 即是你不要 即是 即是想著必死無疑 即是 即是你又不要想著很害怕 一定 我們當然是應該預備好的 但有這個心 你預備 可能是 是會 被殺 被 會殉道的 但也都 神可能保守我們 等我們能夠 更多傳福音都未定的 一起讀一下 基督徒十二章十四節 於是有大諦的兩個賜王 賜夫婦人 叫他能飛到各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裡被養活 一載二載半載 龍向虎人發怒 去與其餘的 兒女爭戰 者兒女就是那守神戒命 為耶穌作見證的 那時龍就站在那邊的沙上 這一個儀仗 就變成這樣的情況 看到一個婦人 就生了一個孩子 這個龍 魔鬼 就要攻擊這個孩子 然後 神就將他提到在空中 又說到這個孩子是誰 是用鐵像核管民國的 所以這個孩子就是基督 那這個婦人是誰 這個婦人 你可以說是 舊藥的子民生出耶穌 就是耶穌從他兒生出來 但這裏又說到 他會被養活 一載二載半載 即是三年半 聖經是有 有幾次說到三年半 就說到敵基督的時間 所以這裏是說到 被養活三年半 到底是舊藥應該不是在大災難的時期 這個應該是指導信耶穌的人 即是群體 這個群體 神就會養活他三載 三年半 但他就不是飛去天堂 他就說到那個孩子就被提 摺了他 但這個就飛 飛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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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野 抗野 不是在地 不是在天 是在抗野 即是神就養活他們三年半 這個是 即是當作這個群體 但裏面的兒女 一樣是受擊伯的 到底怎樣分開呢 事實上是困難的 不過 即是我們知道聖經有些地方 我們清晰知道的 有些地方是困難的 這個婦人是誰 通常都是認為是神的子民 其他看到是舊藥的子民 但又看到是新藥的子民 所以整體是神的子民 有些經文很清晰地說到 譬如說到這個孩子是誰 是用鐵像核管萬國的 這個很明顯是誰 基督 因為他才能夠核管萬國 而說到那些子女是誰 這個很清楚說是誰 守神界命為耶穌作見證 所以這個是說到 這個兒女就是那些子女 就是神的兒女 那 龍是要攻擊他們的 不過呢 神又會讓教會怎樣飛去抗野呢 到底是不是 就好像耶穌所說 三十六雀 走去神 將他帶去抗野 這個就是神的保護方法之一 好了 聖經又說基督徒要遇到災難的 希望大家不要說 嘩 又說保護又說要面對 即我們要知道面對 不過神有方法保守 怎樣保守法 我們不知道 馬太二十四章有一節 可能你說保守 走去抗野 你知道現在 沒有水沒有食 你怎樣生活呢 但那時候可能呢 五餅二餘 可能是沒有五餅 一塊餅水分了幾千人吃都未定 那你說沒有水 那可能那些樹葉那些小水滴下來 一匙水分了幾千人喝都未定 即神都可以行這些神蹟 因為我們的神是全能的 我們看企事就看到祂是掌權的 馬太二十四章 有一節說到基督徒要遇到 受到苦難一切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同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會有者有的災難 後來也必會有 若不減少了日子 凡有血氣的 總會有一個得救的 此事為選民那日子 必減少了 這要講到 是有大災難 從世界起頭都沒有的 後來都沒有的 即之後都沒有的 如果不減少日子 凡有血氣 總會有一個得救 即不減少 個個都不得救 個個都不能夠過這個關 不過為了誰呢 為了選民 選民呢 夠了 神的選民是以色列人 但聖經也很清楚說到 基督徒也是神的選民 即總之神的選民 神就減少了日子 減少日子為了誰呢 就是為了選民 即選民甚至要經歷這個災難 要了 即這個很明顯 選民是要經歷 基督徒是要經歷的 然後第 啟事錄六章九節一起讀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的道 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十一節 於是有白衣次給他們各人 又有話對他們說 還要安息見事 等著一同作服人的和他們的 等到一起作服人和他們的弟兄 都保持他們被殺 滿足了數目 這裡說到 在每日之前有什麼發生呢 滿足了數目是什麼數目 被殺的數目 即是說 是有一個被殺的數目 滿足到達的數目 在耶穌回來之前 聖經講到三項 一個就是 福音要傳遍普遍下 這是第一的要求 第二 就是這個 金香奴滿了聖徒的祈禱 這個是 企述論第五章講到 滿了聖徒的祈禱 的時候 那些末日的災難就開始了 然後第三項 就是這個被殺的基督徒的數目 滿了 這個就是說 神是知道哪些人會被殺 其實這些人有福 是有福的 但是我們想到可能會怕 但是神會給你額外的恩怨 額外的能力 你會經歷到 在那時候 你會不用 你想著講什麼 神會教你說什麼 你會有額外的能力 是從來你沒有經歷到的能力 是你會經歷到天堂在地上的時候 你都說沒什麼所謂 死就死了 就是你會有這個勇氣 但是你想 想定先 你會怕很多 你想呢 你就會可能你說 我受不了 但是你說 神有能力 神一定幫到我 希望大家 不要怕 其實人總是會死一次的 有一句說話 我是安慰自己 也都安慰你們 不過有些人聽這句說話 就不是安慰的 我的說話是什麼呢 當我們受迫白 受苦的時候 是不會受很多苦 就會死的 那這句說話 為何安慰呢 就是你不會受很大的苦 很久你都不能死的 就是你會 你的身體頂不住的 會很快的 就是會短的 但有些人不覺得是安慰 但意思就是你的身體受不住 但另一件事就是 耶穌死的時候 耶穌不是普通人的死法 耶穌是說話 你會說 父啊我把靈魂交給你 這樣 這樣就死了很久 很多人的死法 所以你都可以說 父啊我現在把靈魂交給你 我交給你 這樣 你可以這樣 這樣就 快點死 不是說 死受痛 不是要受苦到頂不順才死的 但這裏是告訴我們 是有一個仇忌殺的數目來的 啟事有七章九節 啟事有講到三群人 一群就是 耶穌列十二個支牌 另一群就是這裏 穿白衣的 在從國 逐國 方國 民國國來的 第三群是經常跟著耶穌的 他們在口中拆不出謊言 是沒有尖念苦慮 應該是 未必是說他沒有結婚 他們是結症的 在神裡面的結症 是沒有謊言的 而這裏講到有另一群人 就是講到他們穿白衣 來到神裡面前一齊讀下 啟事有七章九節 此後有觀看 見有他當的人 會有人能數過來 是從各國 學族 國民 各方來的 站在寶座和公娘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樹枝 我對他說我主 你知道他 他向我說 這些人是從大萬人中出來的 曾用公娘的血 把衣上洗白淨了 因為這裏 首先天使問他是誰 然後他就對他說 你知道了 因為他問他 其實他說 我不知道 不過你知道 然後他就說 這些人是從大萬人出來 曾經用高揚的血 將他衣上洗淨 他是在大萬難 即是他們經歷大萬難 在這個大萬難中出來的人 跟著 啟書六十三章七節 又誘藤他 與聖徒爭治 並且得誠 也把權 並且給他 制服各族 國民 各康各國 這個說到 這個獸 這個獸就是一個敵基督的勢力 他不只是一個人 因為他 講到他有七頭十角 而每一角都是一個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系統 他就會跟聖徒爭 並且得誠 刺激他制服各族 各民各方各國 即是他能夠打贏 不同國家的人 而他特別是要跟聖徒爭 所以 在末後的日子 是會有的日子 在那個情況 希望你不要說 神啊 如果你是真 為何我們要被殺呢 如果你是真 為何我們會被逼巴呢 我希望你不會這樣說 而是這個聖經說了的 而是你說 神啊 我知道你快要回來了 沒有多少時間 總之最多都是三年半 我們呢 就算受苦都是三年半的 就算餓 餓死了都不緊要的 都是三年半的 神給我生命 我就去榮耀你的聖命 即是 一切都是不緊要的 但我知道很多人就很怕 因為 哇 一想到這些很怕 但是這些人是特別的 是能夠為主受苦的 是有福的 耶穌都說了 是為主受福的 OK 好 這裏我們上次講過 敵基督的出現 不過我這裏再簡略地講 因為我再搜查的時候 我就找到更多的經文 去講到敵基督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貼上《家後書》二章三節 人不虧用什麼法子 你們總得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 哪有利盜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陳人之子 遍路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女 他自稱是神 這裏講到 這個人物出現 他就是 稱為大罪人 是沉淪之子 顯露出來 這裏講到 下文說到 他是迷惑很多的人 這個下文說到 但是我這裏 簡略地講一下 因為上一次講過 他是一個沉淪之子 他是一個人 因為他是 英文是用了神 是人 並是一個男性 不過他是被邪靈充滿 其實在這裏講到 將來不止是 少數人被邪靈充滿 是有很多個王 和他們的軍隊 是全部被邪靈充滿 全部都是邪靈充滿的軍隊去打仗 我們遲些會看到這個經文 這個大罪人 抵擋主公台自己 超過一切 稱為神 並且坐在神的殿裏 自稱為神 坐在神的殿裏 這個殿是甚麼意思呢 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 而經文 我稍後再給大家看 有講到聖地 所以有很大可能性是耶路撒冷 不過也有可能是講到教會的 我稍後會解釋 為何有可能 是兩個可能性 而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在英文說 Keep our eyes open 讓我們醒覺到時 敵基督出現 這個人物 譬如你經常想在耶路撒冷出現 一直在耶路撒冷 都沒有聖殿出現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那是否一定是敵基督沒有出現呢 你發現有一個人物在教會裡 他自稱為神 那些人是過當的神 那你知道這是敵基督 即是我們 預備他的 他的質素是甚麼呢 他的質素是 他抵擋主高台自己 超過一切 稱為神 即是所有稱為神的 都沒有他 被他自己提高的地位 和一切受人敬拜 即是超過所有受人敬拜的 無論甚麼的宗教 都沒有一個人 好像他那樣 受人敬拜去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就留意他的跡象 就是這一點 就是他自稱為神 和他受人敬拜 超過一切 所有任何的宗教 和他在神的殿宗 即是可以在耶路撒冷聖殿 或者在教會裡 即是在教會裡出的人物 即是這個人物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了 我們上一次也說到這裏 貼受人家後書二章六節 我們現在不讀了 就說到有東西難了他的 這個呢 然後有一個不法的忍義 一直發動 我覺得這個難了就是神 即是不讓他出現 而在啟示錄九章 就說到開這個無底坑 二十章也都說到開這個無底坑 開這個無底坑 就是說釋放他出來 釋放他出來的時候 這個不法的忍義要發動 但是不讓他出 到時候就出現了 但是這個人呢 聖經人說 他是會耶穌親自處理他的 親自將他殺死的 這個人 即是說聖經人說到 他有三年半的時間 他有大權的時間 而之後呢 他就會被殺的 為了他行很多假的神跡 所以你聽到有人行神跡 你不要覺得是 一定是可事無的 這個人一定要跟從神 走神的路 那甚至在不同的人領 聖靈的聚會 或者不同的教聚會 或者甚至是先知 我們都不要 一聽到他是先知 或者他是聖靈的能力 就馬上相信 我們要分別 的確很多是有聖靈的能力 也都是有相當數目是先知 但也都有相當數目不是的 因為我們都曾經見過 有些先知 說了會發生的事 又不發生 所以先知是必定要認證 還有我自己親眼見過 我自己是經歷聖靈充滿 我為其中很多人 經歷意志、釋放、安慰、生命改變 我也都看到很多人是被聖靈更新 但我也都見過 曾經一個例子 是一個自稱為牧師的一個人 我發現他做一件事 就是他跟那些女性很親密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他自己的 他說我見到女性 我晚上又發夢 我去想 我問牧師為何會說這些 他說 我不說我自己想 兩個都不對 那些人就跟他見過 他說他只是說而已 他不是做的 但我覺得他其實是有問題的 即是很有問題 而我發覺他為了人祈禱 那些章片是很離譜的 即是那些人踢、跳 直接我們要捉緊他 以及那些鞋子要除了 要踢雙刃 即是那種程度的章片 有可能是邪靈的 即是有時有些情況 我們都要分辨那個人的教導 這個人的生命 知道他是真的行神的路 因為在末後的時代 都可以有欺騙的 但也都有很多是真的 所以凡性靈充滿的一定是假 有很多是真的 不過有少數是假的 到時候可能有些假的先知會出現 甚至現在也是 會有些先知是假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一看 首先就是接受後書二章 講到敵基督 然後這個就是在啟示錄 講到敵基督 啟示錄十三章 就是講到敵基督的其中一段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 有十國七頭 在十國上帶著十國冠冕 七頭上有涉獲的名牌 第三節 我看見獸這七頭中 有一個子龍受你死傷 死傷及衣好了 傳起的人都欺貧跟從那獸 又快那龍 因為他將自己的權力給了獸 也拜獸說 誰能給自己獸 誰能與他交戰 又刺給他 雪花大洩獨化的口 又有權力刺給他 可以入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在這個講到就是 有一個獸在海裡出來 有十國七頭 在啟示錄其他部分 是有講到這個角 一起讀一下 啟示錄十七章九節 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鬼王 還有下面呢 啟示錄十七章十二節 你所看見的 那十國就是十國 那十個角就是十王 這個很簡單 但是那七頭呢 它又講是七座山又是七鬼王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個分別呢就是七座山 就是七個地方 那所以可能呢 這個七頭呢 就是指七個國家 而這個七個國家 有它的王 所以這個頭可以代表國家 而國呢就是 只是種這個王 而已 這個十國七頭呢 就講到七頭中 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因為聖經有講到 這個是王 所以這個是一個人物來的 一個王 那它就似乎受了死傷 就是應該死的了 但是這個死傷 它就醫好了 那全地的人就很稀奇 跟從這個獸 又拜這個龍了 那這個就是帶起全世界 拜這個基督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因為它全世界的人都去拜祂了 其實呢 現在都有一些神跡呢 耶穌的神跡 就是有些人真是死 有些神跡是直接死了的 就是有一個例子呢 在網上就看到 就是怎樣 那個人是死了 那那個驗屍官呢 準備跟他劏徒 劏徒 變成劏開了 有個媽媽來到說 停止停止 我要為祈禱 停了之後祈禱 跟著他生回 跟著呢 將他補回 是 這個人呢 真的肚子有個刀痕在那裡 那也都有不同的人呢 他們是真的應該死的 而生回 不過 當那些人去傳讓這個時候 那些人又不信 又不跟從 那些人為什麼會 那些人信那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 黑暗的勢力在背後 並且人是容易跟黑暗的勢力的 譬如很多人喜歡拜魔鬼 拜撒旦呢 撒旦教其實現在是很推行 推行他的宗教 他的方法是什麼呢 是好玩 是刺激 有性的刺激 那他就會邀請些人去參加一些大的派對 去玩 用那些不同的方法去接觸靈界 那這個就引起很多人對於魔鬼教的那種的興趣 那也都是因為人是很 我們會發現很 很矛盾的 但是那些人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那些人沒有什麼興趣 那些人說鬼故事 嘩 那些人是鬼 嘩 嘩 嘩 那些人每個人都動你耳朵聽 嘩 每個人都走去很留心很留心 嘩 那個法師 嘩 那些人每個人都跟著他 但是我們耶穌 奉耶穌命 他們沒有興趣 他覺得這些太正 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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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氣啊 太正氣了 那些邪氣才吸引他 所以那些 哇 神秘的 邪氣的 他們就會跟從 那些正氣的 他就不跟從 因為耶穌要人放下 世界上的東西 他就不喜歡 但是那些 因為那些很多 拜這些的人 就有一種神 就是有一種神秘性 所以到時這種的神秘性 這種的宗教力量 並且因為魔鬼教的力量都是很大的 那他們會在全地去傳播 並且也是可能加上宗教的因素 因為啟少爺說到 有十個王同時得到權兵 那他呢 得到的權兵 他就控制不同的國家 好了 那他就 全地的人 就很稀奇就拜這個獸 又拜這個龍了 然後他就任意而行 四十二個月 就說到這個敵基督就是有這種能力 是影響全世界的 然後十三章六節繼續了 修就開口向神說 涉毒神的名 並他的帳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又憑他與聖徒爭賤 並且得勝也飽賤並自得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世上名智從創世以來 我有記載被殺之公羊生命賊上的人 都要拜他 這裏講到 這個基督是很 就是很涉毒神 還有他有這個爭戰的權兵 他與那些眾聖徒爭賤並且得勝 能夠制服各族各方各國 各民各方各國 這句說話我們大家記住 一起讀一下第八節 凡住在地上並自從創世以來 會有記載被殺之公羊生命賊上的人 都要拜他 即是說凡是個名字 沒有在公羊生命賊上的人 都拜這個敵基督 即是說 拜敵基督的人 就不在這個生命賊上 沒有在生命賊上的就拜他 有一個人剛剛這個禮拜問我 他說呢 我可不可以 到時一迫伯緊要的時候 我拜了壽先 然後我就求主耶穌赦臉 這樣行不行呢 這樣 那我就告訴他 這件事 神經說這句說話 都很嚴重的警告 即是那些 明字沒有在生命賊上的人 就拜他 你拜了他的時候 後果是很嚴重的 即是你未必有機會 會改的 即是我就覺得 是應該沒有機會會改的 當然我就會告訴他 任何人都 即是都不要去拜這個獸 因為 即是真是 魔鬼的實力很強勁的 所以在那時候 如果要死 如果要受苦也好 你千萬不要拜這個獸 也都不要受這個獸的印記 無論這個獸的印記是甚麼的形式 因為 因為現在都說很多這個 Microchip 就是用一個小型的晶片 放在人的身上 可以用來做買賣 因為也都符合了聖經 另一個經文就說到 就是 如果沒有這個印記 不能做買賣 所以這個印記是可能 即是以現在科學來講 是這個微晶片 是可以用來做買賣 可以用來做信用卡 你個人的整個資料在裡面 那你可以買東西的 那即是你沒有這個卡 你就不可以買東西 又不可以買東西 即是你不可以買東西吃 就算你有錢 都買不到東西吃 那但是 如果我們知道 神是真的 神會保守我們 還有這個可以是 即是說 他起初出現的時候 到底是否跟拜魔鬼有關 他未必過 開頭的時候就是 這個是一個 那這種雖然卡 你用了 你以後不用申請十張結用卡 一張搞定的 就放在你身上 那可能你開始 那時候 我們都拒絕 即是都拒絕使用這件事 而到後期 就全部都是一律要用 並且你一定要拜魔鬼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就準備好了 我希望大家 真的準備好 去見耶穌 就預備好了 我意思是 見耶穌回來的時候 於是 你有什麼災難呢 有什麼災難 準備好了 立即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好 然後十三章十一節 一起讀 我又看見地 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 有兩國兒童陽高 說話好就忘了 他在頭一個獸前 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兵 並且叫地和地 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相依好的頭一個獸 又行大騎士 甚至在人以前 叫火蟲天降在地上 他因事得他權兵在獸前 能行其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說 要吸那獸 刀傷還活著的獸 作個獸 這裏講到 有另一個獸出來 這個獸就有兩個角 好像個陽高 那樣的 但講話好像龍 那樣的 然後他就 在頭一個獸以前 施行頭一個獸 所有的權兵 並且叫地和地上的人 拜那死相依好的頭一個獸 他有他的所有權兵 和叫他拜頭一個獸 又行神其事 大其事 甚至叫火 從天那裏降下來 他又迷惑很多人 並且他和這個獸 刀傷還活的獸 做了一個獸 這個獸 又能夠講話的 十三至十五節 開始一起讀一下 又有權兵 至今他叫獸象有生氣 並且能說 又叫所有不拜獸象的人 都被殺害 他又叫眾人 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 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 受一個印記 除了那獸印記 有了獸名 或有獸名數目的 都不得做買賣 在這裏有智慧的 凡有聰明的 可以算計數的獸的數目 因為這是人的數目 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他能夠叫獸象有生命 能夠說話 並且是不拜獸象都被殺害 所以這裏是被迫白的 這個基徒被迫白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的就是三十六象 走為上象 亦都神為你預備路 讓你能夠存活去影響周圍的人 但是你如果真是被捉的時候 他要你一旦拜 一旦要殺的時候 你選哪樣呢 殺 因為如果你拜了 後果是慘過殺的 因為是永不超身 只是落在地獄裏面 是永不超身的 然後他就 我們講得很爽 我們要預備好 要祈禱預備 神啊我要知道 我要不怕 在今天不要怕 今天不要怕 今天不要怕痛 你每一次去牙醫的時候 你練習神啊 不要怕痛 每一次 讓我們想一想 就算牙醫 你都這麼難頂啊 那一刻 何況有其他遇到的東西 但是呢 我不是想嚇大家 其實我們想更多 想到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還有在這個世代 做好準備 我這個就是一個 侍奉訓訓課程 希望大家帶著神的能力 去祝福人 傳人福音 在本地 和不同的地方 去祝福人 又講信息啊 為人討告啊 帶領敬拜啊 彈琴啊 什麼我都可以訓練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就是 是 免費的 因為為什麼呢 神給我 我就分給你們 是免費的訓練 幫助你們能夠 全面性的發揮 我經常都訓練 那些人去講信息啊 就是 我們中間都已經有些人 是在練習著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些人受了印記 全部右手和額上 除了那些受了印記 有了壽名 或者壽名數目 哇 這個有個印記 有了壽名 或者壽名數目 只要說有個數目的 有個數目的 你編號是10457 哇 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數目呢 就是代表你 是可以做買賣 當你一知道這個數目 不行 這個數目不行 這個數目不行 對不對 當你有個數目 你才做到買賣 你就不可以用這個數目 就是你不可以用這些 任何的方法 是有這個壽名 或者壽名數目的 那麼 這裡有智慧的 就是犯有聰明的 就要計算數壽的數目 是666 這個是人的數目 到底是什麼呢 6 因為6是人的數目 就是666 3個6 有些電影出了 就說幾多頭 頭髮你拔起 就有3個6字 那是否666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3個6在他身上 未必 但是這個就是 我們是要到時去分辨的 總之它全部都是著重人的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是著重 我喜歡做什麼 我要什麼 我們想怎樣 我們不要人 教我們怎樣做 這些全部都是人的 就是凡是人的主義 就是人的意念為主 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要防備 我們要小心 接著第17章12節 也都講到這個基督人 你所看見的那十國 就是十國 他們還沒有德國 因為 但他們一時之間 要和秀同德權命 與黃一樣 他們同心合意 將自己的能力權命給那秀 這裡講到 十國就是十個和 他們還沒有德國 但一時之間要和秀同德權命 與黃一樣 這個呢 同時 這是一個政變 並且一個集體大規模的政變 當你一看到這個集體大規模的政變 你知道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其實基督人 他是一樣的人 他出生 他出生 他長大的時候 他還沒有出現 然後 他到了 即 有 即 根據 彈乙書 第九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節 有講到 七十個七 就講到最後的七 這個最後的七 因為裡面有講到 這個 毀壞可憎的 就是耶穌有講到的 那他就講到 有三年半和三年半 有講到 他和很多人建立盟約 然後三年半 他就毀滅這個 就是 停止這個憲制 那這個到底 是否就是 他三年半和 敵基督 即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就是他和很多人 建立一個盟約 然後三年半 他就 就是 他的權力就發揮出來了 那發揮出來 就是 他就會 同時叫十個國家 一起政見 即是他們 其實我們現在都聽很多恐怖分子的活動 一起炸 九一 我們聽過 他們聯合幾架飛機一起去炸 那 到底那個時候 是什麼事情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 那你想想 十個國家 如果包括任何的 是有權勢的國家 那種 如果是 一個兩個三個 已經可以 整個世界 那已經是很大的權勢 那所以 我們都留意 有些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求主 恩代 憐 那我們 祈禱呢 都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有力 因為這些事是不會緩悔的 這個事是必然發生 聖經已經說了一定發生 但是基督徒的能力 我們是祈禱求神保守 叫我們不會很多人 就是來到反教的人減少 更多人站穩 尤其是我們自己站穩 好了 在這裡呢 我會講一講 關於到底這個聖地 聖城 聖城呢 就很明顯是Holy City 到底是耶路撒冷 就是講到這個聖地 聖殿 這個 它坐在神的殿中 到底是耶路撒冷的聖殿 益為教會呢 因為這兩種講法都有 那我現在呢 在這經文 我就會講出 那個Pros and Cons 就是支持和反對的 那個意念 就給大家去思想 因為有些事情 我們不是絕對肯定 我們就 存在一個開放的心 其實聖經有一點很重要 有些聖經很聽到講明 謝師妹都有講到 這個 七頭 七座山 又是七座王 所以七座山 這個是七個區域 然後呢 十角 就是十個王 這個就清楚講了 然後這裡呢 但是那個聖城呢 我稍後會講出來 有不同的可能性 啟示錄十一章 一到二字一起讀 兩根位子自給我為 當作良國的像 且有話說 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 並在殿中 照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指示殿外的縣子 要落下不用量 因為這是給予外方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蛇 四十二個月 這個經文可以說是一個很直接的經文 是講到呢 聖城會受影響的 四十二個月 那就講到呢 就要量度這個電 很清楚講到這個電 因為 因為耶路撒冷的聖殿呢 以前呢 是有外邦人院的 然後有以色列的院的 然後呢 中間有聖所 又有至聖所的 所以要講到這個 殿外的縣子呢 它的形容呢 就像這個以前的聖殿 但是現在這個聖殿 已經不是聖殿來的 已經是 伊斯蘭教的他們的廟來的 好了 但是他說 殿外的縣子要留下 不要糧 因為是吸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蛇 四十二個月 這個經文呢 好像很明顯就是 它是個中心在耶路撒冷 不過我下面呢 我就講出 那個 為什麼有另一個可能性的原因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者女說外邦人 無說 敵基督踐踏聖蛇 這個講到是外邦人踐踏 我不是講到基督踐踏 若是耶路撒冷已踐踏外軟 不難也踐踏聖蛇 所以者可難不是說耶路撒的聖諺 我都說這個可以 這個經文可以說 最清楚講到耶路撒冷的聖諺 是最清楚的 最清楚 但是是有些問題的 問題不是神的問題 我們明白的問題 到底怎麼解釋 其實我希望大家有這樣的心 清楚聖經講了的 信心必須有行為 聖經講了的 我們一定跟從 但是有些地方 我們是不清晰的 我們就 有一個open mind 可能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這個不代表是不信聖經 只是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時候我們會知道 這個說外邦人 他不是說敵基督 所以敵基督坐在神的殿中 這個經文是 是嗎 還是不是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經文不是說敵基督 而是說到外邦人 踐踏 好了 但是這個經文 可以說是最清晰的 是跟聖諺有關 但是有另一個問題 如果耶路撒已經踐踏外院 你想像一下 他已經攻陷外院 可以踐踏外院 他進入內 裡面有難不難 他已經控制外院 他可以全部控制 但是這裡很清楚說到 只是外面那裡 是給外邦人錢 那為什麼裡面 什麼應該淺了 你怎麼防備 你放了幾多個兵 一個炸彈都炸了 到底為什麼呢 所以有可能 這個我只是說可能 是講到教會 為什麼叫教會 因為聖經有講到 始終我都是兩個可能性 因為聖經有講到 舊約的聖殿 就是神的殿 新約耶穌用他的身體 做這個聖殿 三日建造起來 然後保羅就說 你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當中 即是我們基督徒都是聖殿 如果你是耶路撒的聖殿 你攻陷了外院 你再攻陷進去 你防守 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如果教會 那是什麼意思呢 外院就是 那些比較軟弱的基督徒 即是外圍那些 似乎是基督徒那些 已經攻陷了 即是完全被不信者 攻陷了 但是裡面 仍然存留一群基督徒 是中心的 在裡面 那群 神沒有給他們可以拿走 那群人屬於神 這樣的解釋 就會解釋到 為何只有外院 裡面 為何供陷不到呢 但是 我都是說 兩個可能性 我都是會 不過有幾個經文 因為我搜尋了幾個經文 一起去研究 這兩種的可能性 好了 第二個經文 是耶穌自己說的 馬太24章15節 一起讀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 所說的那行 鬼懷口 爭的站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 需要會議 這個是 聖經裡面有的 耶穌說的 那時 再游派的 應當逃到山上 再防上的 不要下來那 教累的東西 再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償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 還買孩子 有無料 你們應當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如見冬天 或是安息人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和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只有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那這裏呢 是講到有個大的災難 和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都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都沒有的 這裏講到 但你所說的行為 是可真 我們先去看一看 我們先回頭 看這個經文 大約書九章二十六節 其實由前面那一節已經開始了 講到七十個七的 就講到 預言到耶穌幾時來的 一起讀一下 我們六十二個七 受高者必備淺脆 一無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 毀滅者成何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滅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方涼的事與天妙 一七之內 他必與眾許多人 建立盟約 一七之冠 他必使祭祀與公見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 經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 耶穌就是講這個經文 但但書也有其他經文講到 我要解解這個經文 他之前是有講到七十個七 首先講到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然後這個受高者來了 這個就是講到基督的 耶穌會來 但他就會被人殺 殺了 一無所有 有一王的民 毀滅者成何聖所 這個經文是預言 耶穌來了之後 耶路撒冷就被人毀滅 這個就是主要七十年發生的 就是耶穌被釘之後 四十年 即是一個世代的時間 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然後呢 如洪水衝活 即是聖城和聖所衝活 以及有爭戰 一直到底荒涼的事件定了 一直打仗 到底到今天都經常打仗 中共不斷打仗 這個語言是講到耶穌來 另一個語言的時間 是講到六十九個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 就是由出命令 接著耶路撒冷 接著耶穌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間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真的這個時間是這麼長的 然後呢 講到耶穌來之後 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這個語言是很準確的 即是說 耶穌是同一個世代 你想想如果耶穌來了 耶路撒冷毀滅 就不應驗了 或者耶路撒冷毀 耶穌才來又不應驗 但是耶穌聖經有講到 耶穌會忽然間在聖業出現 而之前已經毀滅了 但是呢 在主前的時候 以斯拉 尼希米回去 就建造聖聖和聖殿 建造聖殿 但是這個聖殿 到耶穌的時候 相隔幾百年 已經開始殘舊 很多爛了 神用一個人很特別 這個人是誰呢 聖經有講的 希律王 這個是誰希律王 是殺嬰孩的希律王 他不是 那些博士說 你基督生在哪裏 我們聽到 他看到這個聖 要來找他 希律王說 我不知道 找一些民事來問一下 民事說 巴里行 他說 好了你去巴里行 去完回來告訴我 在哪裏 讓我去拜他 其實他想殺他 但是這些博士 就收了神的信息 你不要回去 你走了 然後希律 就殺了那裏 全部兩歲之內的嬰孩 這個就是希律 但是希律 他為了討好猶太人 他就把聖殿建好 所以耶穌來的時間 是聖殿 就是剛剛建好 然後他就來 來了 然後就拆位 很特別的 這個聖殿的時間 是配合得很完美的 是一個聖經的語言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配合得很完美的 就是耶穌來 而那個寫語言 也都很特別的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 我可以傳文件給你 雅各 叫名叫做什麼 阿伯拉康爾山雅各 雅各 神改名叫做以色列 他的太太 他所深愛的就是拉傑 拉傑在巴里行的路上 這個代表是巴里行 他在路上 他生最後一個兒子的時候 變瓦敏的時候 他生了 就死了 那麼 阿伯就很疼他 就為他起座碑 就在巴里行的路上 這個就是主前 大約1998年的時候 然後呢 就過了1300年 大約是主前500多年的時候 耶利米先詹 即是600年的時候 耶利米先詹 他就說到 他說 拉傑在哭 不肯受安慰 馬太夫人有說 他說他哭 不肯受安慰 因為他的兒女都不在了 而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馬太夫人就說 就是因為 希律殺小的英派 這個語言很特別 為何特別呢 你想想 拉傑死了1300年 你會不會有人說 拉傑在哭了 好像孔子哭了 孔子哭了 孔子死了這麼久 你會不會現在寫 預言說孔子哭 而耶利米就是 講到 拉傑會哭 但他意思就是 拉傑代表 以示人的母親 就是母親 見到 那些兒子死了 就在哭了 所以這個是 寓意的 寓意 就是講到 他在哭 因為他的兒女不在 但真正的哭 不是拉傑 是拉傑的後代 那些媽媽 但他是 代表那些媽媽 他就見到 而他剛剛 就是撞在巴黎行的路上 這個真的很奇妙 是不是 他就撞在巴黎行的路上 接著他就 就好像寓意 他見到那些嬰孩死了 他就在哭 其實那些媽媽在哭 就是預言到 他就 馬太福音就說 這個就是預言到 有一天 在巴黎行的嬰孩 就會被人殺死 這個就是這個 預言 就是講到 就是 就是說 耶穌出生的時候 就是這個 希律王 他討好猶太人 他就起了這個 將這個聖言 起好 接著耶穌來 接著耶穌就毀滅 所以聖經的語言 是很不同 世界上的任何語言 我自己是研究很多 我研究的時候 不是我做牧師 我初初在信耶穌 在那個時候 我知道神的證據 我就猛地搜尋 而有一天 我買了一本聖經搜尋 我就發現有聖經語言 我就回去看一下 逐節看 沒有人叫我看 我自己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接著又寫 就是神給我這種心去研究 我也希望大家 像我這樣研究 來看我解釋錄 是要看一下看一下 很多次 希望大家聽的時候 會有興趣 我要回去研究 要明白它 OK 上不走 上不走 即將聖經的意念 在我心裏通透去明白 接著 他就講到這個聖誠 毀滅這個聖誠 然後又爭戰 方良的事已經定了 接著 27節 忽然跳去另一件事 他 這個他 是誰呢 如果你說受功者 就不合理 因為耶穌 後來他講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毀壞可憎的如非而來 所以這個他呢 應該指導有一黃的文 這個黃 一七之半 他會和很多人 建立盟約 然後一七之半 他會使祭智 公獻 止息 即是他會停止 這個聖誠裡面的行為 然後 那行毀壞可憎的 就如非而來 並且又憤怒 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 即是說這個毀壞可憎的 這個就是英文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一個是虧獨而可憎的 是他會帶來毀壞的 你上網找到很多不同的解釋 但他有很多解釋 有時是有很多 不是取自聖經的 他加上很多 很多人的說話 你看真啟善也是 你看世界附入那些 那些 很多其他東西 講下去的 即是他未必全部是用聖經去講的 我希望大家是用聖經 而不是用人的說話去解釋 所以耶穌在這裏就講到這個毀壞可憎 這個人物 另外 就在大約書十一章和十二章都有講到的 一起讀 十一章三十一節 這個講到是北方王的 他必必必必必環澇默 裂獨性地 就是保障 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言為有福 你者去等候結果 因為你必安揭 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這個是神對 但你講到末期你都會起來 你都會復活 你就會享受你的福氣 這裡就講到 除掉常見的凡制並一切 行為壞可憎之物的時候 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我計一計就是四十日 如果按照一個月三十日 就有四十三個月 就不是四十二個月 另一個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憲制了 到底這個常憲的凡制是甚麼呢 是代表甚麼呢 在現在這個時代是甚麼呢 我不知道 到底將來是否聖殿 還是怎樣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放在心裡 因為今天已經沒有憲制這件事 他就說就有四十三個月 又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即是四十四點五個月 那個人就有福 那就是還要等久一點 這個人就有福了 那為甚麼呢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真的知道 聖經是有說到這些行為壞可憎的 到了末期 即是我們就會知道了 我們就要等候這個日子 好了 我們去回耶穌所說的話 他說你會看見先知但願所說的 那行為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很直覺 人們會覺得這就是有律薩蘭的聖地 這個很大可能 我都說最大可能是有律薩蘭 其中原因就是因為他有家具 讀者經的人需要會議 如果你說站在聖地 應該大家都明白耶穌薩蘭 但他說你要會議 你要明白這是甚麼 他說他的會議 即是說不是指導耶穌生的聖地 而是講到教會 因為甚麼呢 不知道 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真的要將伊斯蘭的 他的苗拆了 所以來建聖地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是很極不可能的事 不過當然在神 凡事都能 如果神要這樣做 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一做這件事 可以說是引起世界大戰的 那些伊斯蘭的國家一定會攻打 那會不會在第二個地點 有些人就說會在第二個地點 建一個敬拜的地方 那到底是哪一樣呢 他們就叫做第三個聖地 可能是重了地點 或者是轉移 因為以前的地點 就是被伊斯蘭救了 那應該是第二個地點 我是不知道的 但就說到這個行為為可憎 站在聖地 如果看以上的經文 看上來就似乎是講耶路撒冷的 就站在耶路撒冷 那時候呢 其實他說到屠走 最主要是說猶太 猶太的地方的人就快點走了 快點走了 那你就不要 就是乃孩子 就是懷孕那些有禍 因為他們要照顧個寶寶 還有呢 祈求不要預見是冬天 或者是安息日 冬天是冷的 因為猶太人他們 安息人 他們不能走那麼多路 那時候有大災難 從世界起頭 直到如今沒有 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有些沒有 所以這裡呢 是說到 所說到的情況 很大可能是猶太 但是因為這句說話 會議 所以會議是什麼呢 就是去明白這個 可能是 敵基督的身份 因為明白這個聖地 可以是指教會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出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心裡 其中一個開放的心 一個開放的心 我想知道我回應一下 就是剛才說的 那個聖地的所措的地方 究竟是現今的 楊沙山 那個聖地山 或者是教會 我只是提示 他們會打電話 在事錄的十一章 一至二節 他說那個 量度那個軟 它有一個size 跟著就說 不要量度那個軟的外面 就是外邦 正是量度外軟 剛才牧師有說 現在這裡 聖地山 是有回教的金頂子 但聖地山 金頂子不是佔據所有的地方 是有一塊地方空了出來 那個地方 由太人度過了 是可以 夠位興建聖地 而聖地的size 就是今晚以前 因為第二年代聖地的size 現在有最新的說法 就是 胡吉金頂子 未必須要拆 而這個 猶太的 求三聖地 有可能在現在的封地 是建出來 就是說大家 好 就是你主要說這個可能性 你主要說這個可能性 是嗎 那就可以 解釋剛才那個 體上的一字字 這個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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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了 我們這些所有都可以參考 就是我覺得很大可能 是耶路撒冷的地方 起了一個聖地 但我也都說出 有可能性 是講到是教會的 事實上 你在網上看的時候 是會看得出 是有不同的可能性 還有我又看了一個影片 也有講到一件事 在2016年 一件事發生 就是教皇 跟不同的宗教 一起在耶路撒冷聚集 這個聚集 就是代表一個 好像 不同宗教都可以合一的 就是在教會裡面 容許魔鬼去做事 就是容許接受不同的宗教 那這是不是一個開始 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的意思就是 打開眼睛 有什麼發生 你就看著那件事 到時發生 應驗那件事 就是那件事 就沒有說 有些人就說 奧巴馬是 是嗎 我知道他暫時 他又未死 會不會呢 以前曾經有些 說到哪個領袖 都有人說過 但是 但是我們又看到 有些人 似乎他沒有這個跡象 所以我們打開眼睛 主要我想說是打開眼睛 就沒有 我覺得有些聖經說實了 我們就知道了 但是有些聖經沒有說實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也OK的 就是有些聖經說了 肯定的 我們就知道 但是到底 就是我所說的幾點 就是說 如果踐踏聖城的外院 這是弟兄所說的 可能是踐踏一個部分 就是伊斯蘭教的部分 而沒有踐踏到這個 術與敬拜真神的部分 這是一個可能性 我都說可能性 不過普通來說 如果踐踏了外院 應該裡面就不難去再踐踏 這個我們不知道是為什麼 就是只是踐踏外院 我們就去等候看看這個日子 還有需要會議 去明白是什麼意思 準備好去分別 這裡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上一次也說過的 災難前避提或不避提 很影響我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災難前避提 那很簡單 我們全部避提 災難後避提 就真的我們要prepare 各教會都要預備 事實上我可以說 很多教會是沒有講大災難的 是不提的 不知道的 很多人不知道 也都不知道要什麼預備 也都沒有這個靈命去預備 就是他們那個靈命 根本很軟弱 一受迫伯 立即崩潰的可能 已經很軟弱的 已經整天都覺得 神又很遠 又沒有力量 當他們一受迫伯的時候 很容易就來做反教的 所以這個情況 都是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去關注這件事 我們都求主保守 我們自己本身 光強和幫助我們 去建立更多的信徒 能夠真正走神的路 但是我下一次會說 這次沒有時間的了 就是說到 到底千禧連國 是不是耶穌回來之後 跟著有一千年 即是耶穌回來了 還有一千年 我想簡單說一說 我下一次會說的 為什麼有什麼原因 就說這個千禧連 未必是真是說到 耶穌回來之後 有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在啟少年 七次說耶穌回來的 我可以將經文 待會很快給大家看 你就回去自己看 就是我們下一次會讀 我們下一次會讀 七次說了 那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就是它不是順次罪 最主要不是順次罪的 啟少爐 如果順次罪 因為如果順次罪 就是十九章 就是耶穌回來 二十章就 就千禧連 就是耶穌回來 還有一千年 然後跟著 撒旦又釋放出來 這是第一 就是 啟少爐 是重複七個角度 第二 就是 啟少爐所說的 是之前發生過的 那我都給大家 現在很快地看 那些拍照 然後我們先停止 但是呢 下次再讀 啟少爐七次 七次說到耶穌回來 第一就是第六人 啟少爐六有十三節 十二到十四節 那是很清楚 說到 會發生的事 已經是世界毋日的情況 跟著呢 第七號 第七號 亦都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說到 是 並且是審判的 審判死人的時候 到了 還有 即是 聖徒又得上次 還有 你敗壞 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 也到了 即是說到 又是審判 即是信和不信 都一起面對神人 跟著 你三個經文 啟少爐十四章 十三節 就是說到 是 天上有白雲 有人子 在白雲 跟著呢 他將這個快刑刀 收割 跟著 很多很多人死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也都是從人子那裏來的 所以這個 也都是說到 一個審判的行為 跟著呢 第四處呢 就是第六本 就是說到 邪靈呢 就激發起 世上不同的王 他首先是 日出之地的縱王 然後呢 跟著 有說到 三個烏尉的靈 就進入 即是三個烏尉的靈 他們就去到 普天下縱王那裏 叫他們在全能大日爭戰 這個就是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就是呢 在 以色列的北面 加利利的地方 一個平原 就叫哈米吉多頓 這個大戰呢 就是 全能者的大日 所以這個 就是撥後的爭戰 來的 然後呢 十王和獸爭戰 然後公陽就勝過他們 那已經打贏了 打贏了他們 是不是 然後第六呢 就是 地上的縱王和軍兵 和主耶穌爭 由賈仙之和獸 被轟在火門裡見 那由第七次呢 就是啟示錄第二十章了 就是講到呢 是 肯綁一千年 跟著呢 就無底 就是無底坑 把撒旦釋放出來 他就迷惑列國了 那迷惑之後呢 跟著呢 就一千年的時間 就是在一千年的尾的時候 他迷惑列國 然後跟著呢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敵黨 基督徒 圍困他們 然後呢 但是耶穌呢 就將他們毀滅了 這個 啟示錄二十章 啟示錄呢 這裡你要寫下 重複了幾樣東西的 捆綁撒旦 因為之前 哪有捆綁撒旦呢 就是耶穌說 你要捆綁壯士 你才能夠掌夺他 所以耶穌已經捆綁撒旦 但是在啟示錄二十章 又講到再捆綁撒旦的 基督徒作王 聖經在這個 耶穌所書第二章 我們與基督一齊 一齊活著 一齊復活 一齊在在天上 一齊作王 撒旦被釋放 啟示錄第九章 又講的 二十章又講的 然後列國 和基督徒爭 是講了三次的 還有呢 魔鬼被振了火火 之前呢 就講了獸 和賈仙之 振了火火 那麼啟示錄二十章 就講到魔鬼 那到底是否分了兩次呢 還是一次呢 審判信和不信 是重複講了 所以我們看得到 是重複的 列國和基督爭 幾次 一個就是哈密吉多頓 啟示錄十六章十二節 這個是列國和基督爭 接著呢 啟示錄十七章 就是講到十個王在爭戰 即是一時之間 就將他們全部打敗 然後接著呢 第三就是 基督擊殺列國 這個就是很多人都講到 耶穌回來了 擊殺列國 打贏了他們 所以已經三次講到 他打仗打贏他們 一個問題就是 打贏了 還有什麼人出來反叛呢 還有什麼不信的人 在啟示錄二十章 還可以繼續生存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但我有話說 災難前一災難後備題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未準備好就不行了 但是呢 千年有沒有不緊要 為什麼呢 你到時發現 因為耶穌回來 那你就有千年 就有千年 沒有千年 就繼續在天堂 所以影響不大 不過為了研究啟示錄 大家明白嗎 即是說 如果耶穌回來 我們以後在天堂 新天新地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就大快活了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 大家樂也可以 如果呢 跟著那一千年 被撒旦釋放出來 你又 我們已經死過了 那時候已經 已經死過了 已經復活了 復活了 復活了 那便不會再死的了 那他就算 作反 他也是作反一陣 我會這樣說的 到底有沒有千年 我本身 不是絕對一百分之一百肯定 不過我覺得很大可能 是沒有的 這只是一個 講到天上的情景 即是講到 基督徒在天上作王 然後呢 即是 現在也是作王的 然後呢 就跟著 撒旦在寶口釋放一次 跟著呢 後來就跟他們爭戰 然後呢 就是聖的每日 即是 將 啟紹 即是耶穌回來之前 那些事 用天上的角度 講一次 大家明白嗎 意思嗎 即是那七次 用七個不同角度 第七次 就講到啟紹二十章 是講天上的角度 那些基督徒復活 坐在天上作王 接著呢 撒旦釋放 就之前已經發生了 就跟基督徒爭 然後呢 就打贏他們 就其實是 在講耶穌之前的 我想大家都聽過千年年國 是不是 即是說耶穌回來之後 回來 降臨了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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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會說 為什麽會有這麽多人出來 又打過仗 那麽已經打贏了 咦 哈米吉多 全部都走來打光了 連國 什麽人都打光了 全部都受審判了 那麽所有的 維奴的自主 什麽都審了 所有毀壞這世紀的人 都全部都受審判 那麽全部都審了 那麽還有什麽人去打呢 那麽 這個就是 Schoolfield 講的 他説呢 就這樣 那些幫以斯利國家的人 就不用死 不用落地獄 但根據聖經 不行 但他就說 那些幫以斯利國家 即是像美國那些 那些 他們不用死的 那些人 那些人個個可以 安全進入千年年國 然後那些 不是真的信住 一到千年國 那麽時候 他們就反叛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這個是 其實很多人都接受千年國 但沒有想到 原來啟斯利是說 那些事情已經重複說了 那麽我可以說 這個都不是我最主要想說 我最主要想說 就是我們大家預備好 預見耶穌回來 預備好可能有大災難 還有預備好傳福音 還有明白啟斯利 到時眼睛張開 眼睛明亮 有什麽發生 立即知道 敵基督出現這個敵基督 哇 立即準備好 立即 不要跟他打了 你不要打了 你快點走 36日快點走 你找地方 能夠你安全 你建立一班基督徒 到底那時候 到底我們有多少自由的傳福音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神祂會做祂的功 因為在那個時候 一顯露基督徒的身份 我們可能沒有命的 但如果你去到那個地方 塗爪 有些人未信耶穌 我們一定跟祂傳福音 但如果在城市裏面 已經是不同的了 因為城市是怎樣的呢 它已經全部是 那些人全部受了受的印記 即是在城市裏面的人 已經是全部受了受的印記 這樣的時候 他們 一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時候 他會立即舉報你 到底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可能有些情況 我們依然會傳福音 但是你知道 那個危險性 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最重要 就是我們堅定 倚靠耶穌 在這個時候 預備好 在未曾大災難之前 預備好傳福音 大災難都傳福音 當你有機會 就是求神給你聰明智慧 什麼時候有機會 OK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的 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問題 那就不要緊 最重要你有開放的心 還有你明白 我希望你明白 我是一個很開放的心 去明白聖經 我沒有一個定了的意念 是怎樣的 我不會定了意念 我是全部由聖經找出來的 我什麼都是由聖經找出來 為什麼我要說 可能是 不是講到聖經 而是講到教會 萬一如果是教會 那就怎樣 事實上很多人說是教會 那我找出那些經文 都有可能 講到是教會 即是這個 基督可能是座在教會裡面 我只是一個心 我明白神的心意 我並沒有一些 凡是神的事 我全部都接受了 我並沒有一些 是不接受到的 但我自己是會勸勸大家 小心 不要什麼教導都收光 因為很多末日的教導 如果你上網聽 甚至去聽某些人說 他們什麼都很多語言 即是說 那些又發生 那些又應驗 那些又應驗 那些又要訓練 OK 我們一起起身祈禱 所以我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滿有一點 沒有有慈愛的神 沒有有能力的神 你是愛我們的神 你是祝福我們的神 你是加力量給我們的神 但是當我們得到你的祝福 我們就可以傳揚一點 傳揚神你的救恩 因為這個末後的日子 快要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末後的時期 我們要預備好我們的生命 預備好我們裝備好自己 能夠在這個時代作美好見證 因為主耶穌說到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傳揚福音 我們敬拜討告是重要 但是我們敬拜討告的員 就是出去傳揚福音 不是只是敬拜討告的員 就是在那裡享受神 就不停止 也都我們去建立人的靈命 幫助人真心愛耶穌 我們自己都真心愛耶穌 並且去服事主 去傳揚福音 去成為主的精兵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看重神的事 不要把自己的事擺高 不要看體育體 因為看體育體 就是與神為受 求你施一憐憫 我們更新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一個熱切愛慕主的心 多謝主耶穌 感謝天父 求主的靈激勵我們的心 激勵我們 讓我們在神裡面有火熱的心 願意服侍主的心 被神使用的心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 祝祿祷 inos 開動 事故 WE 要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